作词 演唱 李宗盛 議員 李宗盛 第3次 既然我們談到數學 我們講講一些高難度的東西 剛才我們講的 今天幾節都很高難度 很訓得 接著我們講完虛數的說話 甚麼叫Fractos Fractos 連中文名字都不記得了 訓形 如果用一句說話要介紹這件事 我就可以說它是有一些 不是整數圍堵的東西 它可以介乎一圍至二圍之間的東西 如果你說在現實生活上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一塊海綿 一塊海綿中間有很多梳孔 當然你可以看到它的體積 假設你將中間梳孔不去理會 它就有一個形狀、一個體積 我們會在總體上以為有一個三圍的東西 但正正因為裡面有很多梳孔 其實你可以嚴謹地定義 海綿這些生命體 它都是一個介乎二圍與三圍之間的一些物體 它就有一個有限的體積限制住它 但如果你真的想量一下它的表面積 它就表面積無限大 另外如果有一些東西 它是介乎一圍與二圍之間 你就可以用一個二圍的面積 有限的面積來包住它 但如果你想量一下它的周界 它就會是無限大的 有人說地球的海岸線 嚴格上來說可以是一個訓形 但只不過我們已經在不同的高度 去看這個世界地圖的時候 我們已經用了不同的比例尺標準去量度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用那把尺越來越精細的時候 你量度地球上的陸地總體海岸線的值 是會一停不停地飆升上去 就會趨向無限大 聽上去就非常深 是甚麼人想一些那麼刁鑽的東西 甚麼人 你找回那些Menebord那些人 我們以前也有介紹過他們的貢獻 應該記得是一個猶太裔的數學家 他純粹是發覺大自然入面 他開啟了另一個世界 去了解我們的大自然 例如我剛才講的例子 地球海岸線 原來一個海綿都是一個訓形 會不會我們這個世界 其實存在著很多的訓形 有時我們甚至乎要用訓形的概念 甚至相關的數學 去去了解我們的世界 小弟以前做研究時 去到後期我曾經接觸過一件事 叫做Fractical Calculus 一些份型的微積分 你將微分做一次、兩次 是很定義清楚的 甚麼是做一次半、1.5次的微分 這完全是份型的微積分 為甚麼要講到這些 因為我們發覺現實世界上 原來很多真真正正的現實世界的例子 原來有些你不能避開這個份型的問題 你要了解它 一定要透過認識份型 以及入面的一些數學規律 你才能夠了解到 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聽說好像是雪花已經是 雪花是 香港比較難見到 你如果去到滑雪的地方 有一塊雪花 你不要將它在室內 將顯微鏡都拿到室外去看 讓它在顯微鏡上不要融掉 你會看到雪花 都是一邊移動 一邊有新形狀生出來給你看到 而且跟先前的形狀是一樣的 一邊移動 譬如一支生出來 永遠在甲底位向下生多一支 然後再將甲底移動 又在甲底位向下生多一支 一邊可以周而復馳 你要說周而復馳 是否我們在英文說recurse 是的 你永遠不停地放大它時 它跟原先整體形狀相似 有一個叫自相似的狀態 就是其中一個份型的定義 我們說雪花是一個例子 剛才說的海綿是一個例子 地球海岸線是一個例子 有些你都不會想不到 你的身體上循環系統的微思緒管 你不停地一個 甚至有人說肺也是 一個氣管出兩條支氣管 那支氣管又有小支氣管 一邊知道最後就是肺炮 樹也是 是的 還有這樣有甚麼好處 其實自然上有一個好處 剛才我們介紹的時候 說了其中一件事 大家記住 如果是一個介乎二維和三維之間的東西 例如肺炮 它可以用有限面積來裝肺的氣管 但如果你想很認真地探討 它這個表面積的時候 它是很大的 當然不會真的無限大 因為最後肺炮又有盡頭 理論上一個無限發展的份型 最後就會藏了一個無限的表面積 即是說我們這個肺炮 其實就是原來我們生出一個肺炮 它就令到我們有甚麼優勢呢 它就是一個可以把非常大表面積的氣管 縮到一個有限的體積裏面 那有甚麼好處呢 吸一口氣的時候 盡量氧氣和二氧化碳的交換 便最大化了 就是因為有份盈這件事 我們可以深呼吸取得到很多氣 這就很好了 解釋了 是有現實意義的 不是有傻佬 想想一些無謂的事 是的 OK 看起來很誇張 它跟著又說這個混沌 又說跟財經有關 是的 你每天指數的走勢 你將它放近一點 又好像這樣跳一跳 它都說這個股市行為 都有一個自相似 都有份盈 所以你建立那些股市的走勢模型的時候 就需要一些份盈數學在裏面 所以就是由1960年代提出這件事 就一直的學問都有一堆發展在 但是接著下來 這些都是舊的東西 跟今星期新發現有甚麼關係呢 就有人會問 我們現實世界的生物上 會不會有些東西就是 自動自覺就會組成的份盈 你說我們這個肺部 它可以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們微思血管系統都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會不會在微生物界 甚至乎在酵素這些情況之下 都會找到一些份盈的例子呢 尤其是我們現在很喜歡討論 那些蛋白質如何接疊 怎樣跟其他份子相互作用 趨化劑為何可以成為趨化劑 原來就是因為它們亦有份盈的結構 令到它們在一個有限的體積裏面 藏著一個最大化的表面積 令到上面經過趨化劑 來幫忙助長到的化學反應 便可以最大化 這次生物學的發現 其實剛才台長也按了圖 就是看到其中一種的酵素裏面 它能夠自己組成一個份盈結構 而且那個份盈結構 就是我們很熟知的一種 三角形的份盈結構 可以說這個叫做首次上 首次是發現到在酵素層面 會自己的份子 那些蛋白會自動組成一個份盈出來 就叫做第一次見 OK 在自然教育中 是否理論上應該是少有的 不是普遍的東西 你就要看看是甚麼的場合 因為用途不同 它亦對於份盈需求不同 當我很需要促成一些反應 而且反應是涉及吹化劑 或者是需要敲數 於是這些被吹化的反應 需要在一個表面上發生的時候 你有一個最大化的表面積 你就會做得好 為甚麼我們通常說吹化劑 有駕車的朋友可能會知道 裡面通常是一些很疏洞 很粒粒粒粒的結構 令到可以在有限體積裡面 去安裝更多的面積 令到你的吹化效果 可以透過把表面積最大化 令到更加有效 在生物上其實很多時 很多的吹化劑 我們知道增加多一點 它便會發酵得好 於是反應做得好 但會否還有其他機制 其實份盈也是一樣的 如果它有一個份盈的結構 令它能夠自己砌得更多 更大塊 將上面的表面積 亦是最大化的時候 它亦可以照計 是一個更加有效的吹化劑 現在說它找到其中一種敲數 就是要懂得自己組成一個 我們很熟悉的數學上的份盈 所以這個發現 我覺得不大不小的發現 但由於是它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現象 自然期刊都將它收錄了下來 是的 聽眾觀眾也聽到舊雲 現在我做這個圖表表出來 大家側一名 它原本是設有三角形 一邊設有三角形 將它入面挑空 應該是將一個完整的等邊三角形入面 中間挑通了一個等邊三角形出來 如下 譬如說一個三角形中間挑通了一個 就餘下三個細 那三個細的你再中間挑通它 又餘下三個 即是一、三、九、二十七、八十一、二百四十三 一直這樣上升 最後無限地去推進的時候 你不會將所有面積都挑通走 但剩下的那塊就是一個份盈 如果你想量一下裡面 這些面積是多少 它是有限的面積 你可以計算出來的 但如果你想量一下它裡面那些涉及到的周界 即裡面是白色三角形的所有周界 加上你 你會發覺就會吹響無限大 那是否這種圖形呢 它在數學上是有顯示的 即剛才你說的一、三 即是否一個叫做series 那些叫做無限的數列 是的 很多時候你去計算這些份盈的數 很容易就涉及到這些無限項加起來 最後看看它能否收斂到變成一個 即是一個有限的數 這些數學都在裡面 如果連結到第一、二段的虛數 它想這件事最初是否一個數學 我看到現在想這件事出來 那個原本是一個數學家 是的 竟然在現實上是會有 最初是沒有想過這件事嗎 最初嗎 或者視為不重要 即是覺得這些東西 一為便一為、二為便二為 有些不足的時候加其他參數 去補足便算了 但後來不是 發覺這些可以有些更仔細的數學去解釋 但在這個發現裡面 它是由一班生物學家的人 去發現這些在酵素層面的份盈 它不是純粹想過數學問題 它是很思考的問題就是 它有甚麼演化優勢在裡面 即是有甚麼好處、有甚麼好處 其實世界上很多的酵素 不是每一隻會變成一個份盈 為甚麼這隻唯獨會變成這樣 它出來 而且很有趣 這不是用我們人手去堆砌出來 是它的蛋白質的基因 如果將它改走 它就不能砌出來 但它現在似乎自己的基因 是令它最佳化了 令它可以保持份盈的狀態 形成出來 這裏是對於生物學家來說 最有趣的問題就是 究竟基因如何決定出來蛋白質的形狀 而這蛋白質的形狀 上面的化學件、化學因素 如何令它可以自己組成一個份盈 這裏是由基因跳下去 如何決定份盈 這個因果關係 就成為現在這個學問最有趣的地方之一 但基因不會想到我有這件事 我要變成份盈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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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這件事很好玩的 剛才我們提到的三位型 這個Mandoboard 它自己玩了兩件事出來 它將兩個三位型倒轉 砌成一個大衛之星 然後你又再不斷砌成一個血花出來 是的 我很記得 這裡又想回自己以前的舊故事 我記得當年還在讀中藝物理系的時候 其中一套考試題目 就是怎樣呢 將你考試卷的這個空白的頁紙 將這部分沿著虛線撕出來 然後你只有一張A4紙這麼大 首先你沿著虛線 在上面畫了其中一條虛線 將兩張紙分成兩半 但剩下其中一半 它又畫一條虛線再分成兩半 然後再有一段又要再分成兩半 即是一、二分一、四分一、八分一 你一直把它撕開 然後它叫我做了甚麼功課 考題是怎樣呢 你將每一塊紙撕出來 那半張紙握起來變成一個波 四分一張紙握起來變成一個波 八分一張紙握起來變成一個波 你認為它真是一個波之後 鬆開 你量一下它每一個的半徑是多少 直徑吧 不要只是半徑 然後它的問題是問你 可否計算 你其實一個握槽的波 就是由一張紙握出來 一個壓著有限的體積 但是上面因為它已經是握槽了 其實它是一個份型 它就問這個份型的圍度是多少 怎樣計算 一條式的 總之我記得你要是 一個Dimension就等於一個要take log 一個數再成一個log 一個數除另外lock 一個數便可以計算 其實這條公式我自己看了二十多年 就記得了 但一查出來就是這條簡單計算機 就算到的東西 OK 你考我大哥 我那個科技 我那個科技無法盡 不是 我想一下現在聽到 自己能否計算到 你只可以自己玩一下 其實你最後就是計算份型為到 一張紙握了的紙 其實這個練習 你現在上網看到是有人去計算的 但不難的 其實你不需要計算這條公式 但你可以自己玩的 是的 即是你只要將一些東西 將它循環 是的 即是不斷延續下去 然後你亦很容易發現到 在這些生物催化劑 尤其是酵素其實是一種催化劑 你沒有酵素 你便很多東西發酵不到 很多的化學反應 便會是門檻過高 便進行不到 你正應有這些 這樣能夠將自己 最佳化的這些酵素 它經歷了演化 找到最佳化的狀態 於是它便可以將一些反應 做得更加快 令自己亦可以獲得更多的食物 繁衍也更加快 即是那些酵素 自己本身是一些有生命的東西 它亦都會拿你 這些原材料來發酵之後 成為自己的食物 令自己生多些 然後令發酵反應繼續下去 在酒的世界裏 最後它怎樣停止呢 你太多酒精 把自己打死 於是它便不能再繼續繁衍 這與酒亦有關係 是的 但聽上去 數學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學問 是的 你會看到一些 譬如第一、第二節 我們看到一些很虛擬的 這些虛素概念 和現實的科學現象有甚麼關係 現在我們看到一些 好像很圓圓圓的 粉形概念 又是一個大自然有甚麼關係 我們三節就說了數學 我們第四節就不說數學了 我們說一說其他東西 好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甚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甚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 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 紀圖你怎樣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甚麼是鵝獸呢 我修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甚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是否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紀圖真的沒有配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紀圖